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新北市的翡翠水库提供大台北地区 约500万居民洁净自来水使用 不过翡翠水库水源保护区有很多居民 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自来水 其中平林区自来水补击率只有16.6% 但为何不装设自来水管线 自来水公司解释 平林未处高山 管线埋涉不易 再加上都是散居户 户数不集中 投资经费庞大 执行上难度颇高 记者朱涵瑜吴兴俊的深入追踪 进入新北市平林区 这般景象在路边随处可见 盖得四四方方的小房子 其实是社区公用水塔 里面装的是来自山上的山泉水 一口气连续装了六大桶 傅先生心满意足满载而归 至少两到三天之内 家里的饮用水不成问题 这是浴缸吗 浴缸 叫了浴缸 来弄这个飞物利用 焦那个 锯子灰是什么 你这一堆水这是什么 这就是平常水如果没来 就是用这个续水池 慢慢浸也是饮用这个水 就没办法 没有这样的水 用这个来续水 社区有公用水塔 民众家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蓄水容器 绕着山形顺着水路方向走 几乎每位居民住家附近 都有像这样 长不见尾的开放型水管管线 根据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 新北市平林区行政户数 2521户 家中有自来水的只有420户 普及率16.66% 换句话说 8成以上的住户想要用水 就得自己想办法 农众家里面大概16公里 少人没人管理对不对 少人很难走 做自己做的辛苦 我本民都没做 最重要的原因 的确 没水一切免谈 担心即将来临的夏日旱季 新北市平林区大林里的里长和居民 深入山中寻找水源头 拍的鱼边那个鱼边都是草 你又只有鹿 不然就只有鹿 杂草丛生 鹿滑颇险 一行人走得胆战心惊 将近30分钟之后 终于看到大林里的用水命脉 你怎么把我吃的 我吃的话 你都没办法 你都要吃的 塞住 穿着雨鞋踩踏在 看似积水的区域 里长和居民立刻弯下药青里 因为这里就是供应平林区 大林里几千人使用的 水源头积水区 穿着雨鞋 还有树枝 不然它踏着 踏着没得过 水就没得了 都要穿 明天摆都要穿 这过程很延时的生活 没得到 但因为地处深山 积水池经常是堆满落叶 堵住出口 附近居民三天两头就得上山清理 但不满落叶事小 山里的动物才令居民伤脑筋 你看 这是一个动物 你看 清化尸体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这水在这边 我们都吃这个 这个都是山猪的大便 这个都是山猪的大便 我们都吃这个 这个网子就用这个来 来把它隔离 不然水都没办法过去 60岁的潘永青 在平林区出身长大 每回讲到用水问题 总是气愤难平 这个谁敢喝 这个跟大便一样 你看看 这不是大便 怎么吃 这个是整个大邻村村民的 饮用水 都靠这个 你都吃这个 每个礼拜都吃 这个能吃吗 这个能吃吗 没得到 我们平林区民 真的很可怜 虽然有动物尸体和排泄物 但只要积水池里面有水 情况都还算好 继续深入山中 再到另一个积水区 情况更不一样 池子里面的水 完全禁止浮动 表面浮着一层异物 水里面青苔满布 你看这个没有水 这水像这一点点 这个污泥水 这个昂贤水你知道吗 这水像还有人在用 还是有 一滴水它 整个水源头 那它集中集中集中 现在还有个水源头 就一滴水都不可以来漏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很缺水 李明常年反应 李长也是满腹无奈 明明住在翡翠水库附近 是大台北地区的水源头 但多数的平林区居民 一辈子没使用过自来水 像新北市的台北市 都是用我们平林 这个水源头 这个下去的水 结果我们平林的居民 连自来水都没得用 真的很可怜 非常不公平 每个人都会这样子讲 在这边生活这么久的 有的七八十岁 他连知道自来水 怎么用他也不知道 真的啊 真的是赤等居民 真的 连个用水 现在你看全台湾省 哪个地方没有水用 只有我们的平林区 没有自来水 真的没自来水 确实令人不解 为何住在水源头的平林城 一水难求 原因之一跟地形有关 平林区内堆围山地 从海拔一百六十公尺 到一千多公尺 自来水管线 必须加强加压设备 以及取得水线埋设 私地使用的同意权 技术设备都能克服 重点是钱预算 能不能过关 因为它是高山 然后它又散去嘛 散去户 所以它管线埋设 要蛮长的啦 那个户数又不集中 所以它的投资金位会很大 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平补 因为我们是个案 因为现在接下来 这种东西 投资金位都 那个金位很庞大啦 所以那个也有它的困难度 由中央统筹分配 带拨款给地方 这个道理 这些流程居民都懂 但是要等到何时 才能够盼到自来水 至今依旧无解 都能够兴给 因为 我们要帮助 要帮助